深夜下著傾盆大雨 機車騎士穿著雨衣騎在風雨中 就在這時候 整個人被拋飛旋轉一圈倒地 機車也是高高飛起 噴到對象車道甚至出現火花 我剛剛看到就是 那個機車被電線半倒 然後他就飛起來 然後有那個 不知道什麼東西打到了擋風玻璃 原來騎士是被垂落的電線半倒 23號晚上9點多下著大雨 路面濕滑新竹湖口台一線60.5公里處 一輛白色小客車北上行駛 因為大雨水漂效應車輛失控 一路滑行自裝路邊電感 車輛引擎蓋全掀了起來 而電感也散落到對象車道上 由於天色混暗還來不及報案處理 一名機車騎士正好行進對象 沒有注意到掉落了電線 直接被半島拋棄 機車飛出車殼也掉落 造成道路一度雙向封閉 原警道場指揮交通維持秩序 緊急出動掉車將車輛掉起 警方現場處理交通疏導 指揮維持道路秩序 4.22時30分許 由台電人員清除道路散落電線等障礙物後 道路交通恢復順暢 另外機車騎士後方的小客車 前擋風玻璃也遭散落物搏擊 車子受損人沒有受傷 而28歲機車騎士頭部手部擦傷包紮後 已經出院 地輛白色車駕駛就醫後也沒有大礙 下雨天用路人可得多加小心 TVBS新聞陳世銘和可言新竹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